Play 视频 盈利券 看完视频就有机会赢取现金礼券 总值6400块钱 商场如战场 唯有适者才能够生存 名将一朵 但案件就难防了 商场的POA心理战术不但难以招架 还令一名中国银行职员崩溃轻生 POA原来是指 Pick Up Artist 指的是为了搭讪女生 而进行精神控制的男性 但职场POA则是以上司通过评价 令下属千亿百顺的精神操控法 就连邓子齐也公开自己 曾经是职场POA的受害者 你是否也喝了老板的米汤 中国景点 现代白领工作基本上不谈工作时间 员工只要把案子处理好 业绩都达标就算称职 但工作量和指标又是谁定的呢 中国就发生了一起 二十多岁的宁波银行职员 因为工作压力跳楼的事件 太太表示 银行总是给她安排做不完的工作 导致老公压力特别大 常常自责自己能力不足 不少干银行的前职员也表示 一个人要干三个人的活 做不完还会被领导指责能力不足 就连实习生都被搞哭了 想辞职的话 领导还会说 以你的实力 在外面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的啦 打击你的自信 这当然都是职场PUA的手段 职场PUA普遍道路还包括了 刻意恶化市场的条件 让你觉得辞职了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工作量太大吗? 不是的 是你时间管理要进步 压力太大 老板还可能会说 另外还有一些台风都吹不走的元老 总之以 我是在教你 把工作都推卸给你 有的初创公司 也善于利用梦想激励你 好好干啊 干得好分股权 但机会非常渺茫 公司明天还在不在 都是一个大问号 许多人都是PUA套路的受害者 就连在舞台上魅力四射 看起来信心十足的邓子齐 也爆出自己曾经被前唱片公司 蜂鸟音乐PUA JAM甚至与句号这首作品 叙述了跟蜂鸟又爱又恨的旅程 职业发展专家表示 职场PUA的核心影响力 就是上司对你的评价 那又如何理清评价是客观还是操控呢? 专家建议做多维评价 先给自己打分 如果自己都给自己打查分 那你就得进步了 另外还可以做市场离价 想象把自己的服务包装起来 或者尝试应征新的工作 客户或新的雇主会不会买单呢? 碰到职场PUA及切记专家的口诀 要么人 要么狠 要么滚吧 留意观看中国景点系列视频 回答简单问题 便有机会赢取 一连四个星期 每个星期送出八份两百块钱的礼券 总价值六千四百块钱的礼券 等你赢取 这个星期的问题就是 你最想推荐朋友看的是哪一集的中国景点? 为什么呢? 马上点击视频描述的链接 并在本周活动截止日期之前 提交您的答案 Good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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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k!